挑战用1314片拼图 拼全家福 在我们往期拼积木的视频中 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们留言 想看方伟拼拼图 买来了 店家说至少要拼10个小时 你们觉得方伟会用多长时间呢 写在评论区 这个真的是花了大价钱啊 记得帮我们点赞 2万就行了 开箱 撑 拆开看一下 奇怪啊 你们就只有一个板子 背面是白色的 还有挂钩 那我的拼图呢 这里面没有啊 哦 在这里 刚刚不小心弄地上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图案 就是这张图 我们之前参加某个房地上活动的时候拍的照片 老板跟我说这个拼图是 电脑合成以后 然后手动拆开的 手动拆开的版本 还有人工费 价格更贵啊 这边一共有 1314片 我打算一口气拼完 能有多难 更何况 都没拆开 太不敬业了 给插评 拼拼图的第一步就是 将这些拼图按照字母 进行分类 开工 我要说回刚刚对老板说的话 老板确实是个好老板 我在给这些字母分组的时候 看到这种大块的 我就特别兴奋 因为工作量会减少很多呀 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很多 我是不会放弃的 终于分好了 花了两个小时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还有两个爱心 三块编脚尿 接下来我们就来拼字母AB 我已经把AB拼得差不多了 来看一下 密密麻麻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 就是你们看看我手中这三块 乍一看是不是一毛一样 其实差别很大 这样子按不进去 就肯定是有问题 这样就很完美 这个也很完美 只要有一点点不流畅的地方 肯定就有问题 刚刚我已经拆下来好几个 都是因为拼图太雷同 接下来我们继续拼C和D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 我们已经拼了一大半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A B E F C D还没拼好 小猩猩的小脚丫 我来把这两排融合一下 完美 颜色超棒 主要是长得帅 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办公室的小伙伴一起帮我拼的 又搞定一排 放过来 这个地方搞错了 这个和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两片 背面一模一样 先放在这边 待会一起缝合 现在只剩下J K 还有P 最多还要半个小时 最后一排也做好了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缝合 我先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不顺畅的地方 这个地方不对 翠翠的肩带应该是黄色的 所以这一块应该和这一块 换个位置 麻烦 我就担心它抠出来的时候 会把整体破坏掉 出来一块 第二块也出来了 现在给它塞回去 完美 我发现这个地方又不对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这里 好紧张 好紧张 这个就没问题 摸进去 完美 希望这次没什么问题 哇 最后一块 补上 大功告成 我们拼了5个小时 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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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拼图 放到相框里面 撕掉保护膜 超顺滑 还有背面 千万不要用手摸 容易留下指纹 把拼图放进来 千万不要掉啊 盖上盖子 大功告成 经过7个小时的努力 1314篇的拼图终于完成了 现在我就把拼图带回家 看一看翠翠和小星星的反应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算是个惊喜吧 你们觉得好看吗 觉得好看 就把好看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或者大家还想看我们 拼什么拼图 也请打在评论区 我们回家 就放在门口 待会小星星他们一回来 就看到了 他们去新外广场吃晚饭去了 moments later 当当当当 这拼的 还原度好高啊 这是用什么弄的 这是我有手拼的 很棒吧 打几分 你说给爸爸打几分 就说满分嘛 几分 满分啊 你儿说两分